男人正在舞台上卖力的演讲 结果地下突然冒出一只巨人 男人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巨人抓住吞入腹中 可他弱小的身躯根本满足不了巨人 下一秒巨人冲向人群 开始疯狂的屠杀猎物 马来的军官们伤亡踩动 围观的居民四散而逃 却被破碎的建筑砸死不少 见到这惨烈的场景 活下来的女人果断变身 随着一道金光爆发 隐藏许久的战锤巨人终于现身 可还没等他动手 艾伦就冲上去一拳将其打倒 随后又将他按在地上摩擦 马加特见证没有丝毫惊慌 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中 一天前他和威力做出决定 想要让世界与他们站在统一阵线 就必须让埃尔迪亚人和威力牺牲 只有同为受害者 才能获得外界的信任 而马来军官的牺牲 也能方便他们控制军权 所以艾伦的出现反而是帮了他们 要是能打败艾伦夺回始祖巨人之力 那更是意外之喜 而战锤巨人也没有让他失望 劳拉直接发动硬质化能力 用地刺穿透近击巨人的身体 随后又变换出一把锯锤狠狠地砸向艾伦 艾伦立马将地刺打断然后逃走 可谁知地下居然也有突刺 而马来士兵也对着他不断射击 艾伦瞬间落入下方 只能用硬质化的手掌 护住后颈部的要害 与此同时波尔克和皮克 在士兵们的帮助下已经成功脱破 正当他们准备加入战场时 却突然听到立体机动装置的声音 皮克瞬间意识到大势不妙 果然他的猜测完全正确 当马来人还在为战锤巨人的出现 而洋洋得意时 殊不知危险已经悄然靠近 三哥 很严重 最后 你会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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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兵团的出现 让马来的士兵措手不及 就连战锤巨人也应声倒下 马加特只能请求陆军与海军的支援 他坚信只要挺过去 那就是怕倒的末日 毕竟参加仪式的要员 与各国都成为当事人 怕倒的威胁也将无处遁形 世界不会再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这样的道理艾伦也同样明白 在他杀掉居民与孩子时 就已经回不了头了 如今的他只有战斗下去 话音当落战锤巨人便重新战斗 原来战锤巨人与其他巨人不同 宿主并没有在后警部 而是在巨人体外 并且被坚硬的护体水晶包裹 只通过一根线连接 便能轻松操控巨人 想要打败他就必须找到宿主才行 艾伦想到对方变身时 是从脚步开始的 于是将目标瞄准地下 随后变身将劳拉抓了出来 在扯断线条后 战锤巨人立马倒地 就在艾伦准备吃掉劳拉 继承战锤巨人之力时 波尔克却突然出现 并一口咬向艾伦 千军一发之际利维威尔降临 直接斩断波尔克的下落 而艾伦也抓住机会反击 波尔克意识到大事不妙 只能仓皇逃产 结果被雷枪砸倒在地 下一秒调查兵团的众人 朝他迎面飞去 而波尔克也终于意识到 对方仅凭依附人类的躯壳 便足以杀掉了 这就是怕倒恶魔的力量 与此同时另一边 马来士兵正在疏散群众 可甲逼在看到乌德与索菲亚的尸体后 不愿意待在原地 反而冲向战场准备给二人报仇 半路却遭到了调查兵团的拦截 两位士兵为保护他 被杀下果断的击杀 二人也因此结下仇